第一章 古镇迷雾 铁弹 这个名字曾让小镇上的人们玩耳一笑 但如今没人再觉得它滑稽 铁弹从小就在这个小镇长大 父亲是镇上的工匠 秦罗尔老师 母亲在铁弹年幼时便因病去世 虽然铁弹是个粗犷的汉子 但内心却十分敏感 凭借过人的直觉和冷静的分析能力 他成为了小镇上破案率最高的警察 那天晚上 铁弹结束了繁忙的一天 回到家里准备小酌祭杯 电话铃突然打破了屋内的宁静 他接起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低沉 且压破感失所的声音 古庙节28号 你会找到答案 铁弹不动声色 问道你是谁 但对方已经挂断电话 铁弹坐在昏黄的灯光下 皱起眉头 思索着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 古庙节28号 是一处已经荒废多年的旧宅 在镇子里关于这个地方的传闻不少 有人说那里弄鬼 有人说曾发生过可怕的事情 即使警察局曾多次被人举报 但每次调查都无果而争 镇上的老人更是言之凿凿 说那宅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铁弹点燃一根烟 烟雾在灯光下 鸟鸟生气 烟雾缭绕间 他决定亲自去探的究竟 即使这像是某人的咄嗦剧 他也不能忽视 夜幕降临 小镇陷入了一片沉寂 唯有街灯发出微弱的光亮 铁弹驾驶着警车 缓缓驶向古庙街 古庙街曾经是镇上 最繁华的街道之一 如今却因年久失修 居民外迁 变得空旷萧条 走在街上 铁弹能听见 风吹过惨破窗户发出的清响 如同某种无形的叹息 当他来到28号救宅前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朽的气悦 木质的大门已经腐朽不堪 门框被风吹得嘎吱作响 铁弹深吸了一口气 轻轻推开那扇虚远的门 顿时一股潮湿霉味扑灭而来 昏暗的屋内 灰尘在空气中弥散 墙壁上掌板霉斑 地板上的木板 因为年久失修而发出令人 毛骨悚悚的响声 他举起手电筒 光束在昏暗的房间里扫过 映照出破旧的家具和一片狼藉 墙上的一个古老挂钟 吸引了他的注意 那时钟停在了八点十五分 像是永远凝固在某个特殊的瞬间 空气中的沉寂 让他感到一丝不安 他掏出枪警觉地向前走去 突然 地板上传来轻微的响动 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慢慢拖动 铁弹立刻提高了警惕 寻着声音慢慢走进房子的深处 房间尽头的地面上 摆放着一个布满灰尘的旧箱子 箱子看上去十分古老 包裹着破旧的布料 更让铁弹心跳加速的是 箱子上刻着一个奇怪的符号 仿佛某种古老的标记 他皱了皱眉头 这个符号似曾相识 但一时又记不清具体在哪里见过 他缓缓靠近箱子 伸手打开 就在箱盖被掀开的瞬间 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味扑鼻而来 铁弹忍不住捂住了口鼻 箱子里躺着一具被肢解的尸体 血迹早已干涸 但那扭曲了面容 依然令人感到恐惧 尸体旁边放着一张旧纸条 纸上的字迹模糊 但依然可以辨认出内容 欢迎你来寻我 游戏刚刚开始 铁弹的心脏猛然一缩 手中的手电筒微微晃动 他知道 这不仅仅是一次偶然的事件 而是有人有意将他牵扯进一场 精心策划的游戏 他深吸一口气 将纸条折好放进口袋 准备返回警局分析这件案件 与此同时 他隐隐觉得 这个案件的背后 或许与他久已埋藏的心中的 一段记忆有关 第二章 无证之罪 铁弹回到警局后 立刻将尸体的照片和纸条 递给了法医老黄 老黄是个经验丰富的法医 见识过各种离奇案件 看到这具尸体 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这符号我在某些古书里见过 老黄用手指 轻轻擦拭着照片上的图案 可能和某种古老的祭祀有关 特别是古庙节的传闻 这些年关于那个地方的怪事可不少 祭祀 铁弹眉头紧锁 试图消化这些信息 这个符号 这些肢解的尸体和那具诡异的流言 这一切仿佛拼凑成了一幅 令人不寒而栗的图画 现场没有任何明显的线索 凶手似乎很清楚警方的办案流程 所有的证据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像是一场无证之罪 然而铁弹的直觉告诉他 凶手对他个人非常了解 这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谋杀 而是有人专门针对他了 几天后 镇上废弃工厂里发现了第二具尸体 尸体同样被肢解 旁边放着一张新的纸条 下一站 你还会来吗 铁弹的心里生起一股寒意 凶手不仅在挑衅他 甚至已经开始射去 将他一步步拉入一个 精心策划的猎杀游戏中 而他 这个一向作为追捕者的警察 似乎已经被推向了猎物的角色 镇上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居民们开始互相猜疑 恐惧像瘟疫一般蔓延 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些害人的案件 但却没人能提供有效的线索 镇上的老人甚至说 这是多年前的诅咒复苏了 铁弹知道 这场游戏的背后 隐藏着某个更深的秘密 而那的秘密 似乎正与他的过去密不可分 第三章 迷雾重重 案件的谜团越来越深 铁弹不断地在镇上寻找线索 但每一步都让他感觉 似乎走进了更深的迷雾之中 镇上许多居民仿佛对这场凶案 讳莫如深 尽管他们谈论着恐惧和不安 但每当提及古庙节28号 和那诡异的符号时 他们总是迅速闭口不言 仿佛在隐瞒着什么 铁弹在警局的办公室里 翻看着案件的资料 视线再次落在那奇怪的符号上 他心里始终隐隐作痛 这个符号让他想起了一些模糊的记忆 他记得在他还是个孩子时 曾与哥哥铁柱一起在古庙街玩耍过 有一次他们偷偷闯进了28号酒宅 那时他还没完全荒废 墙上的古怪的符号 当时也曾引起了铁柱的主意 哥哥曾站在那里 端详了许久 口中喃喃自语 这个符号像是某种一事 奇怪 他出现在这里干什么 那是铁弹最后一次见到哥哥 铁柱在一次 神秘的失踪事件中消失了 整个人仿佛从这个世界蒸发了一般 警方当时也调查了很久 但一无所获 铁弹的父亲赞亚之后 精神一蹶不振 最后也随母亲而去 留下铁弹孤身一人 正是因为哥哥的失踪 铁弹选择了成为警察 渴望用自己的能力找出真相 这次案件中的符号 和当年铁柱发现的符号一模一样 铁弹的心里生起了一股寒意 难道这些案件和哥哥的失踪有关 他不敢继续胡乱猜测 决定再次走访那些 当年和哥哥关系密切的人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 一个身材瘦削的男人 站在门口 面带沉重的表情 男人看起来有些疲惫 双眼布满血色 他轻轻推开门 走起来 手里握着一份泛黄的信封 你是铁柱的弟弟吗 男人声音沙哑 你认识我哥 铁弹的心猛人一紧 警惕地看着来人 是的 我和他曾是朋友 男人将信封递给铁弹 这是你哥失踪前几天 留给我的东西 他说 如果他有一天突然消失 让我务必把这些东西交给你 铁弹吃一片刻 结果信封 心跳加快 信封里的东西很简单 截自己潦草的笔记 还有一张拍摄的 十分模糊的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小型的祭坛 祭坛的中心摆放着 一个奇怪的雕像 而雕像周围则布满了 类似铁弹见过的那个符号 笔记上 铁柱记载了 他失踪前几天的发现 他提到 古庙街28号 曾经是一个秘密组织的据点 这个组织深居简出 成员大多数镇上 有权有势的人物 他们曾在旧宅里 举行过某种神秘的仪式 仪式的目的不得而知 但自从铁柱发现这些之后 他便开始收到各种威胁 最终导致他决定隐藏起来 那个组织仍然存在 他们隐藏得很深 或许连警方也无能为力 弟弟 若你看到这些 请小心 别轻易相信任何人 特别是那些 看似与你无关的人 铁弹的时候有些颤抖 笔记上的自己 让他感受到 哥哥临死前的恐惧和无难 他看着照片上面的雕像 脑海中不由自主 浮现出哥哥当年的画 这些人不会轻易放过任何知情者 你们当时调查到了什么 铁弹紧盯着眼前的男人 渴望得到更多的答案 男人沉默片刻 摇了摇头 我们只是摸到了一点边缘 但那时的我们太天真 以为能够揭开一切 但那市场巨大的阴谋 不是我们能应付的 铁弹深吸一口气 意识到这并不仅仅是一起 普通的连环杀人案 而是涉及到他家族的仇恨 和镇上的黑暗秘密 无论如何 他必须继续追查下去 为了揭开各失踪的真相 也为了阻止 更多无辜的生命被吞噬 第四章 罪恶真相 几天后 铁弹决定重回古庙 接二十八号 他感觉到 那里藏着更多的秘密 那些神秘的符号 或许就是揭开一切的关键 夜幕降临 他再次来到二十八号酒柴 黑暗中 旧宅显得更加阴森可怖 仿佛等待着 某种危急的诅咒被唤醒 铁弹手握手电筒 小心翼翼地 推开了腐朽的大门 空气中 一弯弥漫着那股潮湿的美味 像是被掩盖了多年的罪恶 正在悄然浮现 这一次 铁弹决定检查 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他来到了地下室的入口 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藏着一扇破旧的木门 铁弹推开门 发现地下室里摆放着许多年代久远的物品 箱子 古老的家具 还有一些神秘的符号和图案刻在墙壁上 正当他在黑暗中四处搜寻时 手电筒的光忽然照到了一面墙 那面墙上挂着一张旧照片 照片中 几位镇上知名的人物正站在一座类似祭坛的地方 身后是28号就窄的轮廓 铁弹愣住了 照片中这些人他都认识 他们是镇上的权贵 镇长 企业家 警局的高层 还有一些他曾经信赖的张者 铁弹立刻意识到 他触碰到了这座镇子的核心秘密 镇上的权贵们 曾经用古庙节28号进行某种神秘的仪式 或许是为了权利 金钱 甚至是其他无法被公开的目的 而参与这些仪式的人 他也是一个接一个的神秘死亡 就在这时 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打破了地下室的宁静 铁弹迅速关掉手电 躲进了一个角落 几道强光照亮了地下室的入口 几名穿着黑色衣服的男人走了进来 手里握着武器 显然他们是冲着铁弹而来的 铁弹屏着呼吸 试图在黑暗中保持冷静 他知道 这些人是为了掩盖真相而来 若是被发现 自己将永远无法走出这间地下室 突然 一阵刺耳的金属声响起 铁弹一跃而起 借助黑暗 迅速绕到哪些人的身后 他明白 今天他必须离开这里 把这个阴谋彻底揭开 否则他和哥哥的命运将毫无二致 第五章 灰色结局 铁弹成功逃脱 但镇上的局势贬得更加危险 越来越多的线索 指向镇上的那些掌权者 而铁弹的行动 无异于再捅开一个巨大的马蜂窝 他决定将所有的真相公知于众 不仅为了自己和哥哥 也为了那些曾经被这些黑暗势力 压迫和牺牲的无辜者 随着暗箭的曝光 镇上的权贵开始动摇 但也有更多的危险潜伏在暗处 在最后一次的对决中 铁弹终于与这些黑暗力量的代表们 正面交锋 然而 在正义复仇的道路上 铁弹渐渐意识到 自己或许也被卷入了这场 无止境的仇恨循环之中 尾声 古庙街28号 依旧沉默在黑暗中 仿佛没有任何变化 铁弹独自走在小镇的街道上 心中回荡着过去的回忆和未解的谜团 他知道 虽然案件已公开 但镇上的黑暗并未完全散去 地狱声在了耳边隐约响起 他知道 属于他的游戏才当当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